完美世界 后期制作 追追 第八十二集 小不点只看了第一幅图 就又入魔了 沉迷而不知行转 精神耗到枯竭时 才吐了几大口血 慢慢的睁开眼睛 族人见到这一幕 无不心疼 小不点太投入了 如此痴迷 真的要出大问题 纷纷劝足 不能这般 嗯 我知道 那些客图太深奥了 可还不是我能参悟的领域 一切慢慢来就好了 小不点听从劝告 认真总结 这样的战利 这样的客图 传到外界 一定会激起轩然大波 即便没有保树演化 但也绝对能称得上是 战神吐露 紧持大鹏 对决声明 能有几人见到 这样的吐露已出 足以惊世 是高手梦寐以求的瑰宝 不屑于人类 各大种族皆渴望得到 这就是原始真解的可怕之处 禅世福文奥义时常以这样的战利讲解 由浅入深 由深入浅 触及到一片不可测的天地 一夜粥飘在湖中 沉静的湖水随风荡起波纹 金色的龙须与月旗闪烁出灿灿的光滑 剑其大片的水花 小布点躺在舟上 安静而祥和 通体发光 一缕缕神兮闪耀 再重新构建其体内的符文 与其血肉交融 他独霸原始真解 感悟颇深 超越以前的认知 明晓了符文最本源的意义 开始重修斑血境 一粒又一粒光点浮现 若诸天神魔 常驻齐驱 为其诵经 守护其行 喂养其神 令他脱胎 不断强大 效果是惊人的 小布点像个火炉子 连日来不断发光 自内而外 在其体表 出现一条又一条纹路 惊莹而灿烂 族人没有打扰 让他悟到修行 小布点半梦半醒 全部心思都投入在当中 遨游在一片绚丽的世界中 神兮弥漫 在其体外化形 宛若一片又一片神语 小布点体内血气隆隆 每一滴血 都运出一个符文 凝结在一起 气息越来越强盛了 而在他的体外 神兮覆盖 晶莹而圣洁 他宛如要 雨化飞升了一般 洒落下大片的光雨 将湖泊都映照得一片通明 族人都被惊动了 围在岸边观看 而那些真禽异兽 如小鸾鸟 独角兽等也都发呆 正正的望着湖中 成群的龙须鱼游到锦前 沐浴光雨 他们通体密布金色鳞片 在这里交相辉映 小布点 闭着眼睛 身上西光流转 光雨纷飞 不断蜕变 天地间的灵精涌入其体内 滋养他的脏腑肉身 让他看起来剔透而晶莹 惊血如长河 滚滚流转 像是在扳转天纲 最终成了 他重新修行 扳血竟圆满 达到了极境 小布点睁开了眼睛 所有神兮全部内敛 肉身剔透 如温雨雕桌而成 湖中一群金色的大鱼兽精 迅速摆尾 要沉入湖底 不同一声 小布点跳入水中 捉住一头 足有上三百多斤的龙须鱼 其身金光流动 其须晶莹而又清香 浑身都是宝 小布点喊道 比特娃 接住 扔上了湖岸 而后 他钻入水中迅速追去 再次捉到一条 二百余金的金色巨鱼 散发着清香 静直的抛向了岸上 一群孩子哇哇大叫 哦 鱼王 以前捉的几十斤的就算大的了 想不到这种宝鱼可以长这么大 小布点 大鱼不少 刚才这么大个头的 我看到了二十几条 你 你快捉我呀 这样的鱼王 药效肯定极佳 吃下去后 能显著的增强他们的血气 长出大力气 小布点呢 并没有继续 而是跃上了岸 碧蓝的大湖 滋养出这种珍惜的鱼类不易 不能补尽鱼王 还要他们产卵呢 在吃晚饭时 小布点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爷爷 我想远行 老族长 粗糙的手一颤 抬起了头 孩子 你这么小 修为还没有真的可以纵横打花 要去哪啊 我并不是真的要离开石村 而只是去完成 六神交代下的一次魔力 想出去转一圈 很快 还会回来的 小布点轻语 虽然是出去魔力 但是目的地却是由他选的 他的眼中有水雾 想念父母 思念亲人 一别多年了 石子灵他们竟一直没有回来 他无比的担心 孩子 你该不会是要去谷国吧 老族长呆幽 这么小一个孩子 怎么能与那样强大的王族征战 太不现实了 小布点摇了摇头 不 我不会去冒险 只是临近谷国边疆而已 六神对我说 去红黄猛兽厮杀 去险恶之地魔力 这样才能印证所学 快速成长 他现在 重修搬血境 已经圆满 遵从柳神的告诫 不急于突破 在这个境界 再驻足一个月 多多体悟 多多理解 对他将来的修行 有好处 小布点 想去第二祖地看一看 那是一个放逐之地 有一些不得知的老人 曾经与他的父母聊得很投机 应该知道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一个孩子 离开父母多年 当知道他是为其寻找圣药 而貌似进入一片太古神山时 心中的思念与担忧 可想而知 他也许还做不了什么 但是却想知道 他们的音讯 饱含着感情 对亲人的思念 见不到 哪怕能得到一点消息 也算是一种慰藉 此时 那里还有一个孩子 代替了他 发配在那片苦荒之地 不知道这些年来可好 也许会遭到一些危险吧 小布点 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觉得那个孩子 本不应是这样的命运 孩子 太远了 这一路上过于危险 老族长不同意 虽然很远 但这段路程 并非无法逾越 透过我潜意识中的记忆 柳神曾经估算过 大概相距那里有三十万里 第二足地 地处古国边疆 一片蛮荒与苦寒 距离真正的足地 其实并不远了 只有三十万里 显然 当年的十足人 一直在寻根 三十万里 相对于古国浩瀚 无垠的疆土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但是 对于小布点这个 从来没有远行的 小家伙来说 确实算是天文数字了 你从来没有远行过 我怎么能放心 族长不同意 不久后 村人都知道了 也坚决反对 这漫漫长途 危险太多 一个弄不好 就会死在山脉中 小布点开口 六神说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魔力 需要我走山一套 族人文厅 顿时沉默了 焦黑的刘叔 在他们心中 就是一尊神 他的话语 的确不好反对 这种魔力 你可以拒绝 不一定非要接受 我只是按照 真吼 皮修等太古凶手 魔力幼崽的办法 再锻炼你 三十万里 真的很可怕 大荒中多亿种 万一遇上 而没有提前避过 就真的危险了 太古年间 各种志强的生物 对待子嗣极其严厉 为了能让它们成长 将来强大无双 通常都会进行 地狱般的魔力 独自在洪荒猛兽遍地 危险重重的山脉中穿行 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虽然没有明确的仇敌 但是可能更危险 柳神的魔力 根本不以 而今人族的标准来衡量 一切都向这个世间最强大的种族看齐 小不点目光坚毅 我试试看 实在不行 我不会冒险 会提前掉头回来的 潜意识中的记忆 他的爷爷在百族战场 曾经射杀过一头皮羞幼崽 其血脉 极其纯净 向来 这定然是志强凶兽 故意放子思进去的 进行残酷的磨脸 嗯 我也能行 小不点握紧小拳头 为自己打气 欲向谷国方向而行 我试试看